中内新闻独家发现 有一个穿着背心的刑警大哥 他不顾自己的安危 独守两扇窗 不断的柔性劝导 故意学生攀爬的时候要小心剥离 而当学生跟远景严重冲突的时候 他也是第一个顾及的学生的安危 静坐呼口号还不动 上周日反服务学生完全不受控制 急停闯入行政院 为了加快攻陷速度 还有人自愿当垫背 一个一个才被爬窗 只要阻碍学生前进立马拆除 这样的行径让一旁身穿蓝背心的刑警大哥 看得体心吊胆 顺心行径直接攀爬在窗户上 不断柔性劝导 低连学生小心剥离 下一秒又爬到另一边的窗户 一人当两窗 大批学生完全失去控制 不供一切奋力攀爬 吉利大哥分身乏术 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学生攻破了 镜头拉到被学生攻占的行政院 双方人马火力全开互相叫嚣 没想到这位善心的刑警大哥 不顾自己夹在中间 出面制止 缓和情势 甚至挺身而出 站在警方的第一线 平和的总党学生 这时场面突然失去控制 双方米推我挤爆发激烈冲突 人里头乱群团 还是隐约清道 有人大声呼吁 不要使用暴力 难不成这也是那位 刑警大哥的最后宣言 不只靠一个小小行情的力量 还是很难控制 混乱的局面 记者综合报告